上警戒蒙羞的是我们看到警记再出包了 这是苗栗的检警他们查出呢 苗栗县的警局就是刑警大队的这个小队长呢 江振志还有呢在头份警分局的侦察队的侦察座 他叫做邱干慎 两个人涉嫌跟头份有一间酒店是有非常密切的来往 那么这里面呢包括他们疑似呢 是以喝花酒还有接受性招待 来换取呢这领警时候的通风报信 那么包括了我们看到呢邱干慎他否认不法 最后是50万元交保 但是已经遭到停职处分了 而江振志则是以20万元交保 遭到继一大过调职 是什么无需违背自己的意识 第二会写电变回来 第三而请求调查有利的登记 这三就是自己的 画面当中站在一旁调查案件的 就是涉嫌和酒店业者有密切往来的远警邱干慎 口气严厉认真查气的他 想不到私下竟然疑似接受性招待 向酒店业者换取零检时的通风报信 另外这一位远警江振志 疑似因为和酒店业者有债务问题 所以传出有入股酒店的不当行为 看似还一般大楼 没什么两样的这栋建筑 正是疑似和两名远警扯上关系的酒店 由于酒店的曾姓负责人 同时经营另一间环保公司 检警调查到苗栗县环保局 一位邱姓稷察员涉嫌包庇放水 因此整个案件才会一次爆发开来 这位曾姓业者他所经营的酒店里面 也因为这样子发现说 跟本侠的远警有一些不法的往来 那本侠的远警 疑似有一些不法的行为 去帮助这个业者 谈讯过后 身为苗栗县警局刑警大队小队长的江振志 以20万元交保遭记忆大过调职 头份警分局侦察队侦察左求干胜 则以50万元交保并且遭到停职的处分 只是身为远警却出现不法行为 让警察的风机问题再度受到质疑 形象也再度受挫 中文新闻江建中坦若仪苗栗采访报道